太好了 韩国警方对张子言事件唯一目击者尹志吴采取紧急人身保护了 14日下午的国会行政安全委员会群体会议上 米贾龙警察厅长表示 上午10点 尹志吴通过律师在警察厅受害人保护科申请了人身保护 下午2点20分开始启动保护程序 米贾龙厅长还表示 从首尔同阙警察厅指定了负责警察官 目前正在运行智能手表等一系列人身保护系统 会在于尹志吴充分沟通下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